就是我有一位朋友 然後其實平常大家看 大家看大家都蠻開心跟 玩樂但是他有時候會 現實就自己發一些負面的文章 就是一些東西 那 別人問他其實也不太想講 然後他有一次就 反正我們有一次就好像聊開了 然後就晚上的時候 然後就 慢慢的問他一些 他關於他心裡不想講的東西 然後想說那我就 寫首歌給他好了 也算是 如果這樣寫一首歌 能夠幫助他或是幫助 身邊其他的朋友也算是 蠻不錯的一個想法吧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E-N-O 再讓我歡迎特別來賓 綠秀妍 來吧 各式介紹一下 我是鼓手玉凱 我是主唱漢平 我是小禮新手 衝鋼 我是吉他手李君 我是 鍵盤 有時候會彈吉他 中文 好 你們當初組團是因為誰還是 因為他們 我 沒有就當初那時候有 大家一開始在創作 然後 那時候剛好有創作一首歌 然後 就是說莫人 我想說 就看到有比賽 HOT HOT 對 然後想說哪句比賽應該 蠻不錯的 然後就找在社團認識的 就是 這幾個 然後就說 會幫我編這首歌 對 要不要講一下你們 去了HOT 因為你們比了兩屆 就是去年和經驗 你要不要講一下這個 故事 敗北經驗 敗北經驗 每次去都有人在看表演 眼淚的表演 好沒有啊 就是 呃 經驗嗎 就是 去了兩次 就是從 都從早到 去屋到晚上吧 雖然就是 都蠻累的 因為可能就早上要去報到 然後才拍 但是可能你要到 傍晚五六點 就可能八九點到 然後五六點才唱得到 但是中間 因為它是個 戶外的場地 然後其實 整個戶外單算蠻用心的 而且 從它從高中到 大學都有 而且 一整天都是聽到 他們的創作 所以你就可以聽到 各式各樣的曲風 就不管是 我們比較 Unpack的 感覺 或者是一些比較 搖滾的 就是鬥用 所以就是 雖然說我們那時候 就都有進復賽 但是 去 就是進復賽的時候 我們都說 好啦應該是不會進決賽啦 就當作去聽表演 好 你們 成立這個團的出眾 算是 怎麼樣 相信大家應該 因為這邊都是 很喜歡玩音樂的 所以 大家也是 信自己本分 想要讓自己變得 更厲害 甚至是 創作之類的 想要都在什麼中學習一點東西吧 對 只是 所以我 應該說我們 我們應該都沒有想過說 不管是溫 對 不管是溫柔 或是說謊 或是其他首歌 我們都沒有想過說 我們寫這首歌是 想要怎麼樣 對 我們可能就只是 我們現在 突然做出這首歌 或者是某些 東西或感觸 那我們就只是想把它做好 然後 放到網路上 這樣子 那你們 談談你們之前的創作 你們之前的創作的 想法 或是概念 是從 要會講一下這個故事 就是我要講 說我的是 欸 我大一 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 就是從小就很喜歡唱歌 那 其實身為 一個玩音樂的人 就不管唱歌還是樂什麼什麼的 就是到一個 一定的 歲數或是 想法之後 就會想說 想要寫 出自己的作品 因為你永遠都唱別人作品 你可能 可能會意味不到 那個人作品的 概念跟想法 那 之後為了 寫出自己的作品 就是把自己的 生活 全部寫出來 或是 一些你生活上 所遇到的事情 或感觸 那 說我的是在 對 我大一生大二吧 還是大二的時候 我有點忘了 就那時候 第一次創作 就是那時候 就是 對自己的聲音 其實我一直對自己的聲音有點不太滿意 就不太喜歡自己的聲音 就可能自己的聲音聽太久了吧 聽二十幾年了 然後就 也是覺得說 就是去比賽 然後也一直覺得 也一直沒有 拿什麼講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 實際上歌都很好聽嗎 或什麼之類的 雖然旁邊朋友的時候 都覺得說 哇還不錯啦 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 就是找 就是那時候 剛好認識邱建豪 就是你想回家的主唱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因為他那時候也遇到低潮 然後我們就 就互相的聊天 對 然後聊天之後 我就跟他說 誒 我在寫歌 然後他那時候剛好也開始在寫歌 然後我們就會 互相交流 就是他可能給我看他的詩 然後 我給他看我的詩 什麼的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 一起寫出 中國人之後歌 然後溫柔的話是 就是我 有一位朋友 然後他其實 怎麼講 平常大家看 大家看大家都蠻開心跟 歡樂 但是他有時候會 限時就自己發一些 負面的 文章 就是一些東西 那 別人問他其實也不太想講 然後他有一次就 反正我們有一次就好像聊開了 然後就 反傳上的時候 然後就 慢慢的問他一些 他關於他心裡不想講的東西 然後後來聊聊聊著 我就對 憂鬱症有一些想法 就是因為他 那時候就有跟我講一些 憂鬱症有分什麼 親吻有什麼 什麼人 然後他說有些 像是吃什麼藥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 然後 就是怎樣正常的人 跟 真的是憂鬱症的人 是怎麼樣的分別 對 那後來我想說 就是 寫 一首 歌 就是那時候剛好聽到 我有朋友講到 就歌迷那句話 然後 我就想說 如果這句話 就這句話算是蠻溫柔的一句話 然後想說那我就 其實我就給他好了 也算是 如果這樣寫一首歌 能夠幫助他 或是幫助 這邊寫下的朋友 也算是 蠻不錯的一個想法吧 然後我想是寫寫看 第一 你專長什麼時候 已經過了 別說 四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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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 去年六月以後 那是要問接下來 大家這次會接下來 我可以 再印一些紀念票券給你 紀念票券 這很長喔 一定是等明年啊 因為其實 今年 就接下來 幾個月其實還是有接到一些 音樂機或是什麼的 日劇 對啊 還有河岸流言聯絡問說 我要不要去辦專長 只是 當兵 因為當兵完 具體上來講 就是 比較可行 然後最快的時間其實是 明年年初 就是 大家當兵都當完 然後 比較有時間籌備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曲風上面 比較多是 好像類型比較一致 好像可以就發展別的曲風 對 就稍微 活潑一點的 然後 我們最後謝謝綠秀也 記得訂閱他們的 MV IG IG Youtube Street Voice Street Voice 金廣案 然後 之後 歌曲應該會上架到 應該我現在是 年底吧 會上架到 音樂平台 或是明年初 然後 別忘了去支持他們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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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一如記憶往的生活 就像是從沒發生過 藏在身處的傷口 偶爾還是會陰陰作痛 你成不變的笑容 說好像從沒有難過 對自己翻過 或许这才算拥有 愿温柔的你 被世界温柔以待 用一段青春换存在的独爱 愿温柔的你 对世界还期待 比明晚的月 庆祝昨日的旋来 温柔的你 对世界还期待 陪明晚的月 庆祝昨日的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